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订阅 博德有意思 我正先来最近都没提 我们看到这个书法要改革 其实这是一个火红议题 不过也变成冷议题 因为我们知道要怎么往前走 不过有一个建议 已经有几个律师在抗议 陪审团 就用陪审团来取代现在的判决系统 不过我们的国家 还有另外一个合作国民法官制 那这两个众没想到 大家来现场访问的是 这个对陪审团的了解 属于属于郑文龙律师 他也是陪审团协会创会理事长 来 郑医师你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来 先请教 你一直在推察陪审制度是什么 陪审团其实在台湾 延延很长 我是为2009年开始在注定陪审团 要我去做台湾陪审团协会 跟张静律师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书法制度 其实是烂到底的 我们台湾人已经在注定陪审团 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00年怎么有这么久 有啊 这个军委水 对于一旧李空尼 那时候日本政府时代 他就在注定陪审团 一旧李清宁 那时候有一个台湾民众董 董公也注定陪审团 再来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资料 就是这个 民国43年 1955数年的时候 这个张伯雅的妈妈 孤世贤 自己在市场 今天做得很好 人家叫这个妈祖婆 对 他为1955数年开始 他就在生议会 提出一个提议 就是台湾需要这个陪审团制度 因为那时候有冤狱赔偿法开始施行 他说这个冤狱赔偿是冤狱冤判 以后的保障 你应该减少这个冤判 所以说要用这个陪审团减少冤狱 到来1999年民进党的冤狱赔偿 28条也注定陪审团 再来是冤 所以我也觉得说 民进党其实也登记在注定陪审团 你看最后没有他的冤冤就有 这个政府冤狱是在说陪审团制 其实对台湾很多经验 像我是有一个看电影 那个实质的呈现 通常都很悬疑 我们在陪审团的概念就是 他是为输农公凶 中生平定去惊人出来 当然不是很多人 有一定的数量 然后他们会彼此去讨论这个案情 然后去法官是去宣告这个陪审团的结果 看起来是这样 不过是看起来 他的视节是怎么处理 陪审团基本上是 我是感觉他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其实陪审团一个概念就是 第一你就是这个审判要公正 所以你如果去看外国的 这个陪审团的国家 他所有的听书都强调公正 为什么要陪审团 为什么不要现在的国民法官 我给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 你们在听众朋友可能有人 去讨论 你去看法官的态度 你做一个观察指标 台湾的法官是不是跟派 但是法官可以跟派 这是一个完全策略的经验 一个正常的国家 正常的司法 法官是不能跟派 有的法官 我脾气也有好的也有 肉的也有一堆 马正林的 你能够看过 马皮革还多 马力输的也有 马检查官也有 这不对 这不是不正常的司法 但是为什么法律人 你不清楚 这是不是我们去看他 大家看就看官 或是减资官 自己就会 扫了30公分 就觉得他们就是 他会怕 还有的 黏就输着会怕 因为我们也有 可能关系这个系统 所以郑律师 你在说陪审团制 就是说这样比较公正 对 他的公正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怎么去 选出那些陪审员 其实我们陪审团的 最多理就好像 我们举个比方 说你吃油 这油是不是要 制造过程要清洗 陪审团比喻成 做油就好了 我们在做油 第一就是要有原料 再来有阶气 再来阶气 这几行都要好 你拿油才会吃 你的薪盘 就像做油 什么样 第一要有原料 什么原料 你检查说 要去所有的人 比较有多不多 你的原料就是要净骨 对 你净骨要清洗的 有合法的净骨 所以陪审团的最多就是 你净骨 你不能垃圾的净骨 台湾的俗法制度就没分 所以有一个配套 叫做证据法则 证据法则就在说 你的原料要清洗 不可以是 他们叫做传闻证据 听人们说的不准 这种原则上不可以 但是有些听人们说的 也是稍微准的 不得不让它进来 它就有一个原则例外 所以他在说 原料要干净 合法可靠 这些是人的讲究的地方 我们以前不讲究 你现在这个陪审团制度 你原料就要干净了 但是我们的国民法官制度 就是原来又古为 三个法官和六个参审员 那是法官在控制那个镜骨的时候 他用旧的习惯 清洗的垃圾都会进去 他觉得他最用 他是百毒不清 但是人家都冬得到 这就是第一个 颜料进来要干净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阶器要调整为公正的机器 我刚才来说的 陪审团的法官 他就是要中立客观 他就不用去调查政府 调查政府的失踪不是他 所有的政府都是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 两边自己去提 自己举证 这个陪审团的法官就要中立 他就主持自己的会议就好 他不用决定 他如果要决定 表示他有偏见 这是不行 他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他也不能认定被告无罪 所以这个法官 他就一定要很中立 而且这个陪审团 这个法官如果言行 他好像说话 还是说他的台读 让人觉得不公正 这个就变成上述理由 但是你看我们传统的法官 跟妈的也一堆 想说妈就不行 那就表示你有评件 有的说太多 说不对 有的又跟考试 跟考试的法官也一堆 那绝对不行 那在陪审团制度 法官好像跟暗示 他就变成不公正法官 这都变上述理由 不过因为卫星团 有一个核心是团员 他是几个人来参加 他要怎么构成 我们这些人合议 讨论 看政策 因为我们都是数人 有很多讨论 来决定有多还是没多 不过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有那么强的勇气 他有多 尤其是重数 这个都应有数人来决定 我刚才就说 这个好像在做 原料证据要清晰 这个法的机器 什么叫法的机器 法官检查官的历史 他们就是法的机器 他们什么机器 他们是法的这个程序 受伤的这个庭书 他们三方面要互相监督 每一边都不能犯规 刚才我就说 法官也会派 那都是犯规 减着官也会做 互相监督 律师也不可以 所以这个法的机器 很公正 再来就说 那个软体就是 政府这个原料 要有阻挤之后 12个 你如果说 像台湾 我开始 没法就用12个 用9个也可以 这个陪审团 人要先清晰 就像你的材料 油 进来要干净 陪审团 做决定这个头脑 也要清晰 这个清晰 就是说 有一个挑选 公正陪审员的程序 怎么挑选 就是说 他可以让监察官去问 监察官就会去挑 哪几个对这个被告太好 有这种偏见 他就会挑掉 太好也不可以 不可以 太对被告太好 辩护律师也觉得 你如果陪审员 对被告太不利 他也会把他挑掉 那法官也可以挑掉 法官觉得 你这些两名都 留不公正的人 也是不可以 用中立的立场 去把不公正挑掉 所以 有的人会怕 这个台湾 这么小 这是不是 陪审员都有 去用关说 我说不可能 两边三边 都会去看 你这个陪审员 如果跟这个案件 有食材 有亲家关系 有朋友关系 甚至 你有什么修法关系 都会被挑掉 所以 第一个 陪审员跟这个案件 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说 被人情关说 不可能 如果陪审员的制度 才可以比较中立 再来就会说 有人说 这件如果是什么 妈英九 还是谁谁谁 有难力 我跟你说 有难力自然 太极端的这一种 难力情节 就会被挑掉 所以为什么陪审员 这种案件 最适合的什么案子 政治性的案子 他的历史 他的历史法定 也是这样 像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 为什么 英国那时候 通地的时候 要为陪审员 制度拿掉 因为 他要用这个陪审员的时候 他要修理阵地 就很难 你像这次 这个 香港 去找他 不是国安法通过 对 他在四十几条 也特别排除 陪审员 为什么 习近平他知道 他如果有这个陪审员 他要修理阵地 还是民主派人士 他就没法度 所以我也觉得说 台湾如果用陪审员制度 是一个民主的强化 这次的我们 立法委 这个临时会 如果也把陪审员拿掉 就等于跟中共一样 我觉得这对台湾 是一个国安危机 台湾要跟中国去一个 一个是自由民主 是和中国不一样 其实修法国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果有陪审团 我们也照好彰显 那里民主和自由 和中国的不一样 这样 不过因为现在 民进党也有一个民调 七月子的人 说国民法官法 因为听起来 这也是 我们的国民 会当有法官的角色 当判决里面 他说有七十八点厘的民众是赞成 就要到八成 所以民众对于说 我也可以参选 因为国民法官法 顾名思义 这跟陪审制度 这么大也没什么 我先说 民进党这个民调 其实是一个假新闻 你不能人跟你看不一样 你会说人家吃新闻 我可以说他吃新闻 我刚才说 这个游盈隆教授就说 他要推民进党 这个民调 这个题目是怎么设计的 你的文件方法 完全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所以一个政准的民调 一定会公布这一些基本资料 他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为什么不敢公布 其实这个民调 关于陪审团 这个事件我常常做 其实八成 都七八成支持陪审团 他现在为了要通过 他要违反他的党工 他几十年来都说陪审团 他今年反正 他违背他的党工 他也要自言其说 所以他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这绝对不正确的 我们以前做的民调 都是83% 就是陪审团嘛 不要说我们 2019年 TVBS自己做了一个民调 他是74%支持陪审团 我看了一个民调 就是说国民法官 这种叫做参审制 我说实在 所有的民调出来 对参审制 百姓完全不了解 对还是不了解 什么叫做 现在要撤给国民法官 这种参审制 八姓去民调都差不多 多少一二十% 知道而已 那如果说你资不出到陪审 哪里都七八姓 他就是为了他现在 环境 他只好自言其说 我刚才是要欺骗社会 那我警告说参审制 参审 还要陪审 因为我们听起来 国民法官也是参审 对 一生住在没收香港 是怎么 因为既然民众都已经参加 对 所以本质就是已经有参加 对结果有那么大没收香港 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 陪审团是正常在做改革 对于我们维股的制度 不好的制度 不知道什么叫做公正审判 改做更公正的审判 但是现在就很麻烦 就是这个参审 我觉得是民进党 还是小英总统 已经去官僚绑架了 民进党这次想要强推 这个参审 国民法官 基本上是 俗法人许总理 他们自己拼出来的问题 他们现在很笑话 就是他们是要被改革的 一群官僚 结果他们现在在主导 我们台湾的省的司法的改革 你没觉得很笑话吗 我现在跟林永宋和张静三的历史 要坐立法院 今天他坐17天 17天喔 很热耶 对 知不知道你邀请我 让我找一个冷气 我看政律师 整个人都已经骄了 骄了一眼 他都跟那个墙壁 快要融合 咖啡色的 我们坐的那就是说 你就说陪审跟参审 我们是希望说 台湾要走制法改革 要真的改革 不要假的改革 做一个样子嘛 现在国民法官就是在混淆嘛 他就是用这个拼装车 用鸡膊 要骗人说 我有改革 八成也有来 反应 但是重要的是 你整个改革 陪审团 这样刚才改革这个司法嘛 就是说 你这个有做没做 以前是法官在心 法官基本上有三个问题嘛 一个法官也有教授的责资嘛 有些想要行官 上级跟他说怎么 尤其是政治案件 说要修理什么人 他会去配合嘛 我们叫做政治打手法官嘛 第三种就是说 那种恐龙法官嘛 我们的法官 像今天有一个加拿大 一个人 警戒家在问问我们什么 我说在讲陪审团 他说 台湾没有陪审团 他很讶异的 他问我们的法官 我说 22个科长就有什么 他说他也很讶异 台湾的法官 没有社会经验 不可以做法官 他听到也是跟他头一招 所以我们的法官 有这个责资金 法官的问题 政治打手 跟恐龙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如果陪审团 这个法官就变成要总理的 由12个或9个陪审团 独立去决定 你这个属非 会更清楚 他讨论的过程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模拟审判 开始我们的台湾人 去做陪审团 不论你9个或12个 我们法官他们的讨论 都比台湾的历史 法官和减少官 讨论都比较好 我们看到有破坏现象 所以台湾人可不可以 台湾人真的不错 我们已经有实证是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是用国民法官 也是就是那个三个法官在伴 他们还是主导这整个审判 6个是坐在你旁边给你背书 所以你跟旧的都不变 你等于是不改革的意思 叫6个给你背书 所以陪审团就是说 有真的要改革 当然你就会说 什么政绩法则是不是要稍微改 当然要稍微改 这有真的要改革就是陪审团 如果说假改革不用改革 那就是现在国民法官参审 但是如果是陪审团 法官是不能主导 但是他现在就要分工 就是说我觉得是法官 职业法官也是很重要 黄东雄教授就在说 我们职业法官 检察官律师 我们懂什么 我们是对法的技术是专家 但是认定事实 我不是专家 认定事实 每个人都是专家 所以陪审团 为什么人民可以 因为人民的工作 这顶陪审团就认定事实 因为你有不同的市农工商的多元的经验 所以你认定事实 你会比一两个三个法官更好 但是你现在如果是用国民法官的时候 认定事实的主角还是那三个法官 那六个这个参审团 其实是就并避宿的工具 我们现在的国民法官 全世界都是用陪审团 有52个国家 那现在的参审制 其实是由日本 日本其实做十年之后 也发现两个大问题 一个就是说 他判罪率非常高 99.5 他本来为什么要追着参审 他觉得他的法官判罪率太高了 他要改革 结果他的法官判罪率是99.4 他用参审之后 比法官更多0.1% 所以基本上 事情是恶化 过来就说大家觉得参审不好 是说因为有一个叫做法官的权威效应 法官去控制那个程序 在德国就是已经很公认 结果日本有一个共同通信社 他十年之后 他做一个民调 法官有33%认为法官在干涉 有另外6%说法官干涉蛮多的 所以总共有39%的民调 认为法官在干涉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批评 所以日本的这个制度 已经纯扎旗 很多国民愿意去参审 现在都急速下降 为什么 他觉得我去做北书 做法评没有用 这参审意愿不高 所以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 一个实验品 结果我们台湾 陪审团人用几百年几千年 52个国家用 他没用 他现在反正要用一个日本失败的制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笨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 这有可能是我刚才说的 民进党一向都注定陪审 我感觉就执政了 没信心 去让这个官僚绑架 官僚当然 他对这个改革会抗拒 那因为这个可能 我在想 小英总统 因为可能也怕这些官僚 的抵抗 所以他妥协 但是我感觉 民进党 从创党以来 从团外 不就是一路走来往前进吗 我们就是要走更进步的路 你不能跟官僚去绑架 你听这个被改革的一群人 那为什么不听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是有170个团队 在注定 我们也是一顶 也不小的力量 所以你欢迎我也觉得 民进党执政 应该要始终如一 忠于你的党纲 忠于你的理想 而不要被反改革 在官僚绑架 我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 他走国民法官法之后 可以进步去变作 所谓参选 参审制 招去赔审制 有可能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不可能 他现在如果是用参审 陪审团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如果用参审 参审如果不好 他们就会说 你看人民就是不行 所以你连陪审你也不用 参审下去 如果看不出他的不好 那他就继续走 所以陪审比较好的制度 永远没有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 台湾陪审团 学会和苏改会 一百七十个团队 我们要为六月二十九 净做烙心 就是说 我们台湾要让这个司法改革 要一个正常的空间 当然 最后是陪审团 不过也可以 你如果用科学的精神 两个先实行六年 台湾气候就知道了 这是这样一个科学方法 他们一个理论很怪 他说我如果去参审 我就知道好 两个就知道了 你参审一定是两个做人参审 国中小的科学实验 两个就去参审 两个实验 就知道得到一个好歹 我觉得 他们为了这个 保守的力量的反改革 他们什么怪话都可以讲 我觉得这样不对 台湾的前进 还是要讲理性 讲道理 用较科学的精神 来做这个改革 好 今天方问是 台湾陵审 这种农律师 他说他是台湾陪审团协会 是创会理事长 其实我今天才知道 在那一百年前 这位主义新生 就把他提过陪审团 这个概念 那就是英国美国 先进国 他们在用的 好像他们才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 早就已经有这个方向在走 其实如果要改 你就快改 像美中公 以前有武士运动 到现在也一百年 他们在说德先生跟赛先生 他们科学有进步 但是他们的民族 一百年都没进步 所以台湾人 到现在2020年 已经是一个关口了 我们说陪审团 你今年如果没法 再采用陪审团 立国一百年 现在也无法进步 希望我们的手法 跟我们的民族 应该可以做会走 好 感谢郑律师教学方问 感谢敬贤再会 好 等一下回来